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吨位大 吨位就是威慑力 12500吨的驱逐舰比寻阳舰吨位还大 世界上屈居第二 还第一个是美国珠母沃尔特级驱逐舰 吨位大有什么用 舰大坑就多啊 能装64加48 共112枚各种类型的导弹 国产化 珠母沃尔特级驱逐舰单舰造价44亿美元 首舰连同研制费算下来75亿美元 如果建造数量越多 造价就越便宜 可惜 原打算建造32艘 最终只建造了3艘 造价居高不下 研制费无法贪夺 055驱逐舰估计要建造十几艘甚至更多 造价比珠母沃尔特级低得多 我们的原则是为了战而不是为了看 花拳绣腿的东西基本没有 在舰艇研制过程中坚持设计领先进加成熟技术集成 加标准化模块化建造 加全产业链国产化 多加造船厂能够同时开工建造 想造多少造多少 国际制裁或军事继运对中国舰船建造已经没有任何作用 055也想读掉 实力不允许 干舰的入列不但标志着中国海军驱逐舰实现由第三代向第四代的跨越 也意味着中国现役装备主力战舰已经处于世界先进行列 专家李杰经常说 南昌舰先后突破大型舰艇总体设计 信息集成 总装建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装备有新型的防空 反导 反舰 反潜 对岸打击等武器 以及最先进的雷达通信电子设备 可以说这是中国海军第一款钢浮翼就在平台和设计理念上 达到世界先进乃至局部领先水平的战舰 南昌舰入列标志着中国海军驱逐舰实现由第三代向第四代的跨越 第一代驱逐舰指从苏联演进的四大金刚安山舰 俯顺舰 长征舰和太原舰 他们是在二战期间设计和建造的新能有限 第二代驱逐舰指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1型驱逐舰 他们在20世纪70至90年代曾是中国海军的绝对主力 装备有反舰导弹 但袭击化程度弱 反潜能力差 第三代驱逐舰是指以哈尔滨舰和青岛舰为代表的052舰 属于中国第一种现代化多用途战舰 武器系统比较齐备 该专家认为052型后来的升级版052C型和052D型 配备相控阵系统以及垂直发射系统 被誉为中华神盾 可以视为三代加 该专家表示从第12代驱逐舰的落后于世界 到第三代驱逐舰的领舵板上 达到第四代的领导 南昌舰的入列建造了中国海军主力舰停装备的跨越式发展 我包括南昌舰的入列率 我们就何时 �를抑闪 因为都门拨也不断